千年元但起呢 这个时薪的基本工资 已经调整为109元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到这个高雄市 多家连锁饮料加盟店 去问一问发现时薪呢 大部分在80到85元之间 比较高的也只有95元 这些数字都低于基本工资 那么根据牢记法的规定 直接违反的店家 最高可以开发30万 到饮料店一间 但业者开出的待遇时薪 竟然只有80元 不符合规定的还有这一间 时薪没有超过90元 另外这间连锁饮料店 工资生忙着泡饮料 辛苦工作一小时也只有95元 实际局及高雄市三间 连锁饮料加盟店 结果发现时薪不是80元 就是85元 比较高的薪资也只有95元 通通都低于基本工资109元 依法可以处2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缓 根据牢记法第21条规定 时薪低于基本工资 最高将罚30万 不过南部的多数店家 似乎不怕被罚 普遍时薪低于基本工资 考量是不是会有一些事业单位 会任意的去变更原本薪资的约定规范 到所谓的节省成本的情形 这个是我们目前也在进一步密切关切的 因为月薪资薪资只要超过18780元 一个月不得超过180个小时 劳工局也怀疑有业者可能会钻漏洞 擅自调成月薪制 寒假打工潮已经来临 想要找工作的同学们 可能得要详细评估 免得拜拜辛苦了 全选季节红月方高雄报道